游戏方我们分为答题方和演艺方 演艺方每一个人 会给自己的一个艺人朋友打电话 但是每一轮 只有两个人是真正打动的 答题方可以随机问演艺方的问题 来确认心中的答案 猜对一个我们积一分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请开联幕 对 我在北京 怎么样 在北京过年 你在干吗 哥 是 我看到你在王小厨那说想我 所以我就打给你 对 我们在这个你好星期六呢 咱们呢 我不好意思的 沙投哥看见你那个什么信 看你的信用味没回 我在录那个你好星期六 然后我们有个好六坛 对 我刚才特别吓人 刚才那九个战争 好 哈哈 哈哈哈 联浏我这太假了 联浏我那是会的 会这样的 她都首先排除一下 回几过脸 联浏就联 对 联今天不会假 那必须的 读 梁耀文和霍尔都被吓死了 好的 那我们这边演艺房的朋友 可以稍作暂停一下 他们现在问问题 问问题了 问问题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耀儿 你在跟谁打电话呢 我在跟帝哥打电话 帝哥 我和帝 你们刚刚聊了什么 刚刚那个哥在问我 就是注意怎么样 然后我说可能挺好的 对 就没了 就吃的好不好这些吗 对吧 他回答得太精进了 你问王和帝 我车白号多少 站着 别问我 他说他也不知道是多少 他不知道 对 假的 假的吗 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哥他忘了呢 假的啦 他假的啦 只是可以换 可以换下一个人吗 下一个先 问谁 浩浩吧 稍等一下 你先问别人 因为我的那个对象在过安检 真能演呐 我 那真能演呐 不是 喂 看你戏言 靳哥 行 再让你 让你再飞一会儿 来 好好 那我们再换一个人 贺老师 你在跟谁打 我跟黄磊老师打电话 黄老师到咱了 黄磊老师 黄老师说你们快一点 因为他就在那个 做那个蛋糕 他在做什么蛋糕 黄老师你做什么蛋糕 那我听不懂 你是一个什么外国的名字 外国的名字 什么 什么 布朗 布朗怎么会 你听不懂呢 布朗 布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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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一般 信号一般 何老师有点眼的成分 对啊 我觉得何老师应该没有在打电话 肯定没打 那有没有问题要问俊林的 赫尔你跟谁打呢 我在跟 邓超老师 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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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超哥新年快乐 还祝个力 你帮我问一下超哥还记不记得当年和我一起拍的是什么 呢 啊 昨天 我说你 舍在高铁上 在高铁上 高铁上身好很好的呀 他要上台了 上台了 不是在高铁上上台 今天所有人都在路上 对不对 很安检的 坐高铁的 你这个有点太离谱了 弟弟 不是 她们今天 她们不是那个电影吗 《中国乒乓》吗 对 她今天的那个专场 就在高铁上 所以说她现在在 她在15号车厢 高铁的文艺慧眼 高铁大舞台 一定是这样 听起来布朗尼 是不是很靠谱 她说她做的那个蛋糕 也挺好的 谁 文静姐 她说你做的蛋糕很好 你跟她说确定是蛋糕吗 超哥 问你确定是不是 超哥 到底哪个卖收音 没关系 问你确定是不是蛋糕 是一种植物的蛋糕 植物的蛋糕 是吗 我只能表示 我们认识的不是一个人 真是一个人 她说我们是家 我们是家 她是家 她是演的 她是演的 我对她是演的 怎么可能出这么大的纰漏 不可能 问一下邓超 帮她转微博那个钱 红包钱什么时候打给我 她说你这个KPI还没有够 到年终的时候 这个一并归还 是 这绝对是超哥的风格 比较的风格 她肚子也在打太极 这她也在扰我 让你多冲冲这个 周围已经有怀疑对象了 是不是 我们再问一下田震老师 好不好 老师 是在给谁打电话 我给蔡明打电话 蔡明老师 对 田震老师我想问一下蔡明老师 时代少年团跟蔡明老师 上一次一起合作的时候 还有另一位老师 一起的时候 那一位老师是谁 谁 还有一人 不记得 她不记得了 对 那老师记得上一次我们见面 是在哪儿见面的吗 问一下蔡明老师 你跟她们 你跟她们 萱萱也在呢 萱萱跟咱们一队 跟我一队 你跟萱萱见面在哪 七个葫芦娃 一起演的七个葫芦娃 你们几个是葫芦娃吧 对 对 葫芦娃 有点真 是真的 是真的 这个像真的 那 问问蔡明老师还记得弹剑刺吗 他 他说好像没有跟你合作过 没印象就对了 确实不认识 对 没有合作过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这也是真的 我也觉得 各位已经有怀疑对象了 是不是 现在请确认你们的答案 能不能在乎一下我的嘉宾 我的嘉宾过了还 安检很久了 他要登机了 不是 你的嘉宾 我们是这么觉得 他已经起飞了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再不问他真的要起飞了 好 你说吧 我给的是黄瑾瑜 那你问黄瑾瑜 上一次跟我见面什么时候 谭剑刺 问他上一次跟你见面是什么时候 去年 他说 今年才过了几天 他说你们一起在海边 我跟他在海边 谭剑刺 对 对 这在海边 行 我都不想问了 好的 那我们提问结束 现在请确认你们的答案 田震老师应该是 田震老师肯定是真的 我觉得采明一定是真的 弟弟是假的 然后黄瑾瑜也是假的 何老师我觉得也是假的 所以邓超 超哥是真的 对 KPI那个太像谭哥说的 他没有叫我转他为主 所以他就说KPI 对 不然他就会自己编 他又编不出来 要宣传一下 中国蜜蜂打一个一下 有道理 肯定超哥是真的 超哥跟蔡明老师 书哥绝对在 对 六 好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 我们的答案是 超哥和蔡明老师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就是我们的田震老师 和俊林 那么答案是否正确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 第一位电话那头的朋友 是谁呢 你那信号不行 超哥 是超哥吗 不是吧 是超哥 你好 星期六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黄炯瑜 黄炯瑜 你不信我 是你 你好 这次我是临时有事 没能跟小贾连线 录音 我贾了 也希望有机会 能去 你好星期六的现场 去跟大家一起玩 新年了 祝大家新年大展宏图 突然报复 扬眉吐气 突飞猛进 我就是说我什么时候 跟他在海边见过 景云 你知道多可爱吗 他又特别想参加 他们的节目 说你当时我录的录音吧 多可爱 欢迎景云 来我们节目玩 欢迎 那我们来揭示一下 真正的第一位朋友 是谁呢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王河蒂 这是录音吗 还是真的 这不录音吗 怎么这么官方 就这么官方 肯定不是弟弟 对啊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真的王河蒂 没有录音 弟弟 弟弟 哎 想你了弟弟 想你们想你们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 方式回星期六 哈哈哈哈 弟弟是真的 哇 哎呀 是啊 还真是 真的假的 演得不错 真的是 我特地为了这一趴的电话环节 然后跟剧组协商了一个时间出来 太棒了你 辛苦哥 我现在在现场呢 我要去拍戏了 各位吃好喝好玩好 好的 爱你啊弟弟 去忙吧去拍吧 爱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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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猜锦鱼哥 也没有人猜弟弟 对不对 那我们来再听一听 第二位朋友是谁呢 哈啰 超哥 超哥 哈啰 超哥 天霸动霸串 超哥 今天好 超哥 好 超哥好 超哥 你好 星期六 你好 星期六 选年快乐 超哥 我们都要去看中国乒乓 何老师 谢谢何老师 你真的在高铁上巡演 超哥 何老师他信了 没有 我现在在这个 那个工作室 这个是真的 不是录音了吧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我已经真假疯了 我已经 没有 头晕 KPI KPI 超哥 有鹏哥要达到多少KPI 才能给他发红包 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要包红包 大家都是自愿 因为他真的 大家都喜欢他 那是 也大家都衷心 祝愿中国乒乓卖的好 谢谢 谢谢 我等有鹏导演的邀请 我准备来面试演员的角色 真假 这么多人听到了 对 就是我就 我就演那老演员 谢谢 文静 超哥好 电影大卖 电影大卖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植物的蛋糕吗 不知道 我们当时拍的时候有那个大树 我记得腋下非常深 意识流 然后那个下午我们在树下的那次聊天一下也黑糖 对 对 然后天哪 眼泪要掉下来了 然后看到你现在的成就 我觉得就验证了那句话 好 好 那个 超哥我们现在这里有那个田正姐姐 然后有鹏哥哥 另外我们还有时代少年团 还有我们你好星期六的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一起要祝中国乒乓 票房打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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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何老师 云霄快乐 姐姐你好棒 你这让大家都信了 打得好好 真的蛮真的 我成功了吧 成功了 姐姐是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那个七个葫芦娃 我可以解释 为什么 是因为我之前跟蔡明老师 还有田正老师 就一起录了个那个北京春晚好像是 然后就蔡明老师提到了一嘴 这个七个葫芦娃 然后田正老师就记住了 对 谭剑刺那个我吓我一跳 想炸一下没炸到 我说我该怎么回答 后来我想想 因为谭剑刺很年轻 你想想 后来我就换了一个话题 他没有跟你合作过 他知道你没有跟你合作过 这个可能能顺利过关 果然谭剑刺上当了 我信了 其实太棒了